如果你曾经被别人点亮过 如果你有本地点亮别人 你应该也要点亮别人 因为我在掉下去后也有人拉过我 我希望我也可以帮助别人 我为什么会把地方创生 当成是一个我未来 要一直往下走下去的这条路呢 其实它最重要的关键 不是说地方创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事业 而是说它的这一套精神理念 我很认同 你必须要把它的价值做出来 别人就会去认同你 不管它是游客 它是当地的居民 或是一个政府 一个NGO都好 它认同了你 它就会来支持你 买你的东西 来参观你的地方都好 它是一个 你把价值做出来以后 然后你并且是 希望大家都好的概念 是一个先考虑立它 就能够立己 这样的一种思维 所以我们未来 它一定是 我们会做到跟地方有关系 帮助地方的一些活动 一些品牌化的过程 帮企业也是 帮一个小农也是 这些事情我们未来都有可能做 而且现在也正在做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从利它里面 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看到别人需要我们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可以持续点燃我们 我在做的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 当我发现这样的一个理念对了 我一直走下去 应该就不会错的 那我在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 从深度旅游一直到地方创神 到底有没有什么牺牲掉的 我觉得是 我不会把它当成是牺牲什么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一定有所谓的取舍 那我自己觉得 我在这里面找到那个得到的那个东西 它远远多余 我必须要牺牲掉的 比如说我在也没有像以前可以这么自由自在去旅游的这件事情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 我本来看到的那些美好可不可以持续下去 那个旅游一切才走得更久 那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有人蹲下来做一点东西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呢 那个蹲如果有它的必要的话 你就蹲下来吧 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走更远一点 那偶尔就不一定要往下走 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一定有得有失 可是我们看中的是那个得就够了我觉得 我觉得地方创神 就是你不可以硬硬去改变一个地方 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 你是从它的根本的东西去做出来的改变 那个地方的人的生活方法就是这样的 他们这么多就是没有带衣服的 你就是没有办法 你就从里面去变出美好的东西出来 然后并且让他们觉得说 哦 原来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嘛 你就是要有些东西你就是要吞下去 然后你再坐出来给它看 你看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 哦 它知道了 我知道了 它就这样走下去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要很弹性 你说我好像从一个自助旅行 一直走到今天做地方创神 有没有改变 也有一些东西从来没有改变的 我去旅行的时候 我就是走到人家生活的场景里面 去看人家生活是怎么样 因为你的生活就是我远道而来的风景 不是因为那个景点 所以如果是这样我做地方创神也是一样的 我要让我的生活让你变成你远道而来的风景的时候 这件事情我就必须要先去看那生活的人是怎么样 过了二十多年 我的地方创神其实是延续之前的整个过程 那是我的人生的信仰 我相信人的生活好 这件事情比所有东西都重要 在我们做地方创神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问题一定是人 因为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那个地方的个性 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外面的人 有些时候就会人家觉得说 你要来做什么 就会有很多的人对你的怀疑 就抱持你的你的居心等等 那所以这件事情你就必须要去做给别人看 前面的时候是非常孤独的 就像我以前去旅行的时候 必须是一个人去孤独 可是你走了一圈回去 你已经认识了一堆朋友 你在这个地方待久了 你会有一堆朋友 跟一堆真心的朋友 甚至跟你一起走下去的朋友 从一个人走到最后就一群人走出去 所以也是那一句话来的 就是一个人走可以走很快 可是一群人走可以走很久 所以你一定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一个地方才能够建立了一个生态权 所以它的难是一定要经过的过程 那个人的问题是一定要经过的 你没有经过你就不要选这条路 选这条路你就一定要遇到人的问题 我觉得只要克服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 你已经理解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所以对我来讲克服也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在里面一定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同你 或喜欢你 有些人怀疑你 那你就去做了以后 谁相信的继续走下去就对了 我真的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民主不等于所有人投票 多数人就赢 如果多数人赢就走那条路的话 很多的地方它不会消失 一个新村永远都不会改变 就是因为所有人讲我不要改变 我不要改变 然后你如果去问人家 大部分人都不要改变了嘛 那你不要改变 你就越来越少年轻人留在那边 那地方就死掉了 这样这也是民主造成的 我不是说民主不好 我是讲有些时候是因为不愿意改变 大家都不愿意改变 它就完蛋 作为一个做地方创神的人 进到一个地方 有时候我们是带入一个外地人的视角 去告诉你说 这件事情可能可以这样 我们怎么结合本地的视角一起做 这件事情才能够有新的可能性 你听听当地人意见是对的 但是只听当地人意见一定错的 因为如果是对 它早就变了 就不需要你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久了时间就会帮你解决掉 压力一定是会大的 那个大就是 你要囤下去的 因为人的问题 就是对就对不对就不对 它怎样看你也无所谓 你只要你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更重要 那个压力是一个package的 我们应该说这个半途放弃是没有 但是我们在当中有很气馁的 一定有 比如说你相信你的人到后面有人 原来不是它背叛你 我没有发过发生过的事情 那种背叛是包括很大的 就是做那种大project 有时候是会碰到那种可能 钱的部分它对象是没有给的 所以那时候你是亏本 也是做本来 就是有这种事情我们也做过 那这些事情就是你会觉得 人性为什么是这样 可是我不会这样 我就从此对人性失望了 只是因为是那个人的问题 无关我们在做的事情是错的 还是什么 如果换一个人它就是对的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 对我来讲我是一个极度乐观的人 但所有碰到这些问题 我当时是可能会很气馁 可是那个气馁 不能让它维持太久 因为我人生经历过非常非常多 极度夸张的事情 我从火车掉下来没有死过 因为那些夸张的事情 我觉得我都走过 所以我的心脏很强 所有走过的不好的东西 一定会变成你的营养 变成你走下去的下一步 我觉得这种 可能我认定我自己是一个 很不要脸的讲 我可以认定我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会发光的人 那个光多亮不知道 但是我一定会影响到一些人 如果你曾经被别人点亮过 如果你有能力点亮别人 你应该也要点亮别人 我觉得那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这是推动我一直往前走的那一步 因为我在掉下去的时候也有人拉过我 我希望我也可以帮助别人 让我坚持到现在下去的那些事情是 我觉得也是人性 因为我看到的美好的事情 那些美好的东西可以让我相信我做的事情是对的 我会一直走下去 而我不会一直去看让我跌倒的事情 我就一直埋恨在心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你会发现所有很多成功的人 他可能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跌倒了很多次 所以他那次才成功 每个人看的都是他的成功的 那谁会没有失败过呢 谁没有失恋过 谁没有各种各样的苦难过 那个东西是一个人生的package来的 所以你要往前走下去 你就要有一个自己的信念 我的那个人生的信念无关宗教的 我自己的那一套信仰是 你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美好的人 你就可以改变一小部分的世界 你从那些事情先做起 你就会让它变得更大影响更多人 这世界本来就需要很多这样的人去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在做这个地方创生的这些案例里面 其中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雪州 我们在雪原有做这个新春豪评大赛 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我们在帮助Slang World的77个新春里面 他们有一部分来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 让这些新春的传统的土产业者 他们在做转型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知道马来西亚很多地方的土产 比如说豆沙饼 全马来西亚的豆沙饼可能都长到一样 如果没有看到那个品牌写什么 你的样子看起来就是一条红色的或者一条白色的 你哪里知道它是哪一个地方 每个地方都讲它是最好吃的 一定是这样的嘛 那到底怎么样让别人看到这件事情 它需要经过了这个故事营销 设计导入 然后跟那个地方的连接 在地连接才能够成功 所以我们就透过了这种雪州政府的 一个这样子的安城 去帮助这些地方产业给他们去培训 让他们的产品 传统的产业能够转型 又或者让这些年轻的人回到自己的新村 去帮助那个新村创造一个新的土产 就是它有一个新创跟资深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 透过了培训的工作方 透过了各种品牌的分享 然后陪伴着他们 好像手把手拉着他们的手 这样一起来成长 花了五个月的时间 从一个开始参赛 一直到后来 他们在1月9号的时候 有了一个新村豪评的新村市集 来展示的时候 这些一起上课 一起成长的同学 到最后就是大家都成长 而且也帮助他们的产品卖到更好 然后也帮助了政府去认购这些产品 用了包括奖金超过一百多千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支柱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创生案例里面 我们让政府也看到了地方创生的力量 我们也让业者看到地方创生的力量 这种来支持的这些消费者 也看到一个地方 就算它小 它也可以做出地方品牌 它在支持的时候 它在买这个礼物 买这个土产的时候 它其实也间接帮助了一个地方的发展 让那个地方新村 不会因为没有人去支持 它就倒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多的结合 让它完成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做的另外一个 我们相当有成就感的 一个地方创生的活动 在马来西亚做地方创生 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你要理解了这整套概念 要走它需要时间 一定要花时间 比如说我们做活动 做一两天 然后就走不掉 其实它那两天很好 然后它之后呢 它又打回原样 那我觉得 至少我会觉得 它这样子有点可惜 应该多做一些 所以时间它是一个成本 很多人其实反而是愿意丢 钱的成本 不要丢时间的成本 因为它很累 要慢慢等 不知道几时才会长出东西 最困难是 你的概念知道了以后 你还要真的投入时间去做 那我觉得这一个成本 是更多人花不起的 那这个东西就需要 愿意一起走的人 才有可能一起走下去 地方创生是一个 是全世界的大未来 因为 如果我们都在做这种 touch and go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会消失掉 那我们今天 是如果再不做 只是说因为它还很新 这个概念很多人还不知道 如果我们不去注重我们自己有什么 而是一直去操别人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天 迟早面对被人家拖棄的 就像我们现在去很多的城市 全世界大城市都已经看到 哪里都会有那些固定的 连锁店的品牌 饮食店的什么都好 那你去那个地方 好像感觉你都没有出国 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现代的全球化 时代里面 人家讲的全球化 跟你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我要先看你有什么 自己有的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 可不可以让全世界欣赏 所以这种全球化叫做 在地全球化 就是gokalization 所以你在面对这样的时候 你就要先看 自己有什么 而不是先去学别人有什么 因为你只有你自己最特别的 别人才会欣赏 这是全球化的趋势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看 自己有什么的话 那我觉得地方创生 就是让你的这些东西 从一个DNA 好像挖矿一样的这个DNA 然后你去把它打磨 磨出来看到 哇原来它是一个黄金 一个钻石 那这个过程就是地方创生 简单来讲 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不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就永远 就只能学别人 别人来这边来看到 这个从淘宝买回来 在你这边卖 那这样的话它为什么要来你这里呢 它为什么跟你买的 因为 淘宝买得更便宜 我来你这边买 然后它买买的要贵 地方创生之所以是一个大未来 是因为 先看自己有什么 然后把它做磨磨磨磨 擦干净它 然后放到上面去 原来它是可以发光的 就是这样的过程 我们的做每一次的活动 我们的做每一次的活动 最大的收获 其实都来自于别人的认同 跟感动 因为这些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一个陪伴的人 可是 他也是一条马拉松 所以我们在长期 跑的过程 他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感情 所以这些人到最后 会发现 他成长了 然后他变好了 然后他会感激你 还会感动你 然后这些东西是 不可能是客套话 你一定知道的 比如说这一次 雪座新春好丙大赛 那是五个月的陪伴 你看着他们在一个实体见面 会1月9号的这个新春市集的时候 他们过来跟你 谢谢你 认真谢谢你 然后他送你 这是我自己做的礼物 现在请你吃 这个过程里面 他一定真的一假 完全假不了 所以这是一个循环 是一个善的循环 你做好事 人家谢谢你 所以你又再继续做 这些人给回你的力量 这样子 那 我们在做这个地方创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除了帮助地方 我们其实也在帮助这种 有心的企业 让他把他的价值 让别人看到 他其实就像在做branding一样 只是用的角度 是更人性化一点的 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正在陪伴的其中一个 就是这个 成兴有机视频 比如说 他们去影响 让更多的农夫转型 变成有机农夫 我们未来会把这些农夫的 更多的故事 让他们被看到 让这些默默无闻 没有脸孔的人 生产者被看到的故事 会变成他们的这种branding的形象 然后呢 我们会从这个产地到餐桌 回过头看我们的食物的源头 原来是在哪里 我们是怎么样去生产出来的 把这样的一条 从上游到下游的这种 产销履率 从生产到销售的履率 这件事情呢 让别人看到 那这些事情其实在你的包装上面 在你的social media的宣传上面 这些事情它其实是一种包装 然后呢也是一种做CSR的动作 它让一个土地变好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角色就是 我们透过我们讲故事的力道 去帮企业讲故事 所以这个晨星是其中一家我们正在做的 未来呢 甚至也还在帮他们规划的事情就是 我们利用了这种 说故事的方式 在实体上面说故事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一家店里面 用一种策展的方式 来把它整个空间 一间商店 变成一个实体媒体 这个实体媒体里面有故事 它可能不管是影像 照片等等 它有各种策展 活动 event Curation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擅长的 就你说故事 有各种角度说故事 整合性的去做行销 来帮它包装 这些就是我们正在帮晨星这家公司 还有接下来还有在不同的 都是在往这条路上走的 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在做事情的时候 其实在不同的project里面 都有不同的年轻人进来 那我们自己会觉得说 不一定要叫这些年轻人 只是说他一定要回乡 我甚至后来会觉得说 你甚至人在城市 可是你可以帮到你的家乡 帮到小地方 这些事情其实它也很重要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回乡 可是你已经准备好把你的这些力量贡献给你的 你喜欢的地方 或者你居住的地方 你就先从那个部分开始去着手 因为这些事情都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地方到最后能够留下来 而不会以后马来西亚只剩下吉隆坡 比如说槟城 马六甲 怡保 新山这些大城市 然后再也没有小地方 那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 我们可以做什么 就是让我们拥有城市技能的这些年轻人 去串联 让他们去帮助地方 这样他还不用回去之间他就可以贡献了 他写文案的能力 他摄影的能力 他录影的能力 讲故事的能力 行销产品的能力 设计的能力 你都可以去帮助一个土产业者 让他变得更美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一定要回乡的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回乡 那当然更好 因为它有一个更完整的故事 因为你回到自己家乡去做一件事情 可是你一定要先想好你回去之前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活下来 还没有活下来之前 你一定要去扑路 不要太过直接冲 没有想清楚 因为我之前 以前这样做的时候 当然直接冲出去的时候 他真的还是有风险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担 或可以承担那个风险 不能就一步一步 但是一定可以的 只要你相信的话 如果地方创生是我的情人 我会跟他讲什么话 我觉得就像人从一个情人的阶段 走到了婚姻 然后又就是有了家庭 有孩子之类的都好 其实这个情人这样的一个称呼 他是一直都还在的 不管你现在变成你的太太 还是你以前是变成了人家的妈妈 所以这个关系 它可能就是那个爱情的升华 就像那个爱情升华变成了亲情 然后两个的关系 甚至好像我跟我太太 同时生一伙伴的关系 所以对于一个事业 其实它很像的 它这里面 你对于这个事业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很热情 对不对 东京做的时候 就是你一定要经过一些里面的各种配套 你就会觉得很辛苦 可是因为那个信仰就像是我决定跟这个人走一辈子 我跟这个事业走一辈子 那中间所有的辛苦 那个都是为了到后面我们相信的那件事情 所以这个事业是因为我相信它的未来 不只是对我 对这个事业 跟对这个地方 对很多的人 它都是好的 所以这样的东西 它甚至是超过爱情本身 就是人无外乎就是要追求这种幸福感 这个幸福感是可以放大到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会让别人也感受到 哇 我看到你们这样 你跟这个事业的 谈恋爱的这个过程 你都觉得 你会感染到别人 别人也感觉到幸福 我觉得这种是一个 好像人家那种偶像剧里面 你看到人家幸福 你也觉得好像也很幸福 好像也可以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事业的关系是 我希望这个人的情感 也让别人感觉到这个幸福 感动更多人 一起来投入 来做这样的事情